在中美五代机东海交锋后 美军方发现了一个漏洞 据参考消息3月18日报道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肯尼斯·威尔斯巴赫最近披露 美国空军主力的E3望楼预警机 且面临严重的过时问题 难以远程发现像残20战斗机这样的隐身平台 无法适应未来战场需要 同样是肯尼斯·威尔斯巴赫这个人 日前表示 美国的F35战斗机近期至少一次 与中国的歼20战斗机近距离接触 这是得到官方背书的全球首次引擎战斗机交手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 威尔斯巴赫还对歼20赞不绝口 他说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歼20正在执行制空任务 我们注意到 他们把歼20飞得非常好 我们的F35战斗机 最近在东海与歼20进行了相对接近的接触 歼20所属的指挥和控制体系让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看到了相对专业的飞行 据央视新闻此前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往海大队所在旅 已经装备近20引擎战斗机 近20装备有国产涡扇10B发动机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尖机航空兵最新型的主战装备 近20的特点有 具备高隐身性 高机动性 高态势感知 夜战中 近20担负超视距空战和空中任务指挥官的作用 发挥主导 带头融入体系 牵引体系 推动体系 实施有效对敌超视距打击 最终锻造全时待战的空中铁拳